想要挥別單身的話 該怎麼做 好 很多人都想要在2014年 就是挥別單身 最好就是在明年過年的時候 就回家跟父母好交代了 對不對 那我們來教大家一些小方法 如果你是火象的牡羊 獅子跟射手座的話 可以多運用一些 跟銅錢跟錢幣有關的飾品 比如說有些錢幣的小耳環 小飾品 小配件 還有一些小鈕扣 然後蒐集在一個 小小的一個盒子裡面 放在自己的梳妝台裡面 這樣就可以 或者甚至於現在外面 有一些錢幣或銅錢的月曆 日曆 掛曆 這些比較屬於 經營財寶類的能量 可以讓你今年不但財運好之外 還可以遇到富貴型的桃花 那風向有雙子天秤水平的話 建議就是牡丹跟玫瑰花 這個有預算的話 那你就買真的牡丹跟玫瑰花 沒有預算的話 那麼你可以有牡丹花的圖案 或者是玫瑰花的圖騰 那如果你想要省一點時間 你可以養相關的精油 然後每天晚上定期的泡澡 第一個3滴到7滴 那麼你今年的人緣跟桃花 也會非常的好 水下雙魚巨蝎天蝎 要紅色的內衣褲 然後如果你今年剛好覺得 自己的運氣不是很好 那有時候要去相親或應徵的話 這個時候穿紅色內衣褲也滿好 也不會受到你外面要穿 各式各樣的那種制服的影響 所以今年在過年期間 都穿紅色的內褲也是有幫助的 那土相有摩羯 金牛 處女呢 今年是金黃色的飾品最好 其實金黃色的飾品很簡單 就是金飾 可是金飾建議一定是要戴在身上 尤其是戴在上半身 譬如說你可以做成腰戀 手戀或者是耳環都可以 那甚至於你平常在選擇飾品 如果有金色銀色兩個選擇 今年土相的朋友就盡量選擇金色系 對你的財運還有對你工作運 還有對感情都很有幫助的 來 謝謝文老師